准备300克的高筋面粉 没有高筋就用重筋 加入3克的酵母 3克的食盐 10克白糖 160克的清水 先将酵母给化开 然后再将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加入清水 搅成这种棉絮状 然后加入植物油40克 再将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然后下手揉面 这个面团有一点软 将它揉成团子后 移到案板上面 提起面团的一角 像这样来回的摔面 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 摔出面的筋性 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好 掐一小块面团 能够拉出这种薄膜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收圆 放在碗中盖上盖子 发酵半个小时左右 再来调麻酱 80克的芝麻酱 加入中筋面粉50克 加入芝麻油25克 然后加入椒盐粉 油的量自行掌握一下 如果太干的话 可以在适当的添加5克左右 调成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 饧好的面团 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然后将它取出来 案板上面撒上干面粉 放上面团不用揉 直接用擀面杖将它擀成大薄片 厚度大概是3毫米左右 然后将调好的芝麻酱放上来 用刮板将它刮平整 刮好之后 从一头卷起来 卷成条 然后再折叠一下 两面对折 中间再折一下 撒一点干面粉 用擀面杖 轻轻地将它推开 再擀成大薄片 厚度依然是3毫米左右 依然从一头卷起来 卷好之后 将它分成小份 我一共分成了9份 取一个面剂 大拇指在中间按压一下 然后四个角往里面收 用虎口将它整理成圆形 然后放在手心团一下 这样一个面剂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 从第一个开始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轻轻地按扁 再将面剂擀成饼状 再来调一点刷面酱 一小勺的生抽 一小勺的清水 最后加一点点蜂蜜 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刷在面饼光滑的一面 案板上面撒一点芝麻 将面饼铺上去 轻轻地按压一下 沾满芝麻 将多余的给拍掉 做好之后 摆进烤盘 烤箱180度预热 烤热20分钟左右 观察上色的情况 这样我们的麻酱 椒盐饼就做好了 颜色看起来就 非常地有食欲 金黄金黄的 打开 里面层次非常地丰富 按压一下 外表比较酥 内里超级的柔软 咬上一口 浓浓的麻酱椒盐香味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转发 加收藏 我是阿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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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拜拜 拜拜 拜拜